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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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定期复诊 那么我们说住院的这一段时间 对于某些病人的疾病来讲 只是病程当中的一段一部分 那更多的可能要依赖于他出院以后的自我的照顾和护理 那么他出院以后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评估 比如说这个病人是糖尿病的病人 他除了口服呢 这个降糖药以外 还需要接受呢注射胰岛素的这个治疗 那在病人出院之前 那么我们就要呢进行评估 你出院以后 可不可以有比较方便的诊所 或者说社区医院来帮助你完成这个治疗 有的病人就说 我们家离医院很远 我们家周围呢也没有社区医院 那我可能在自己在家里面注射是最方便的 如果他有这种需求 那我们在出院之前就要有计划的教他 怎么样进行呢 胰岛素的注射 那么就胰岛素的注射方法是什么呢 是皮下注射 皮下注射可以在哪些部位注射 那皮下注射 胰岛素注射 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那么这个皮下注射的操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教会病人的 否则呢 他回家以后不能够自行注射 那么他的治疗就不能够继续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 他就又必须回到医院来 那么还有的这个病人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目的里面有一个是 帮助他重返社会 是为什么要这样提呢 有的病人呢 住院的时间比较长以后呢 他就会对医院的医护人员形成一个依赖 现在呢有很多老年人 儿女呢 由于是工作的原因呢 都在外地 没有和他们在生活在一起 那这个老人这一次来住院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突发的 突发的这种呼吸困难 突发的心前去的这种疼痛 然后呢紧急的被送到医院来的 好 那么他到住院 在住院期间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真好 我呼吸困难的时候 马上呢就会有医护人员的来给我吸氧 我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 马上就有医护人员的来对我进行的病情的观察 来给我进行处理 那我如果这一次回家了 又出现上次的那种情况 或者说比上次严重的情况 那怎么办 所以有的病人他不愿意出院 他就会形成一种依赖 那对这些人呢 我们还是要呢 有针对性的给他进行的一些心理的护理 那么这个呢 也是我们出院目的之一 好 那么还有呢 要指导患者的办理出院手续 那么医院的这个 设置呢 对于病人来而言呢 有的病人都会非常搞不清楚 我应该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那我们要指导他顺利的完成这个程序 那么在病人呢 离开医院以后呢 我们要对病人所住过的这个床单元 进行一个处理 准备准备迎接的下一位新病人 这个呢 也是出院护理当中的一个目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出院护理相关的 这个程序 那么在讲到出院护理 在讲到出院护理的程序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的比较常见的这种出院的方式 因为他这个出院方式不太一样的话呢 我们在出院护理里面 所进行的这个操作呢 也会有一些差异 比如说第一大类啊 最多见的就是医生同意这个病人的出院 病人的入院 诊治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以后病情比较平稳 医生呢认为你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呢 出院呢 继续呢 按照医嘱呢 持续的接受药物的治疗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的病人呢 是蓝尾炎来做了手术 病情呢 就完全呢 康物 完全愈合了 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那么 除了这种方式以外呢 还有两种 一个呢 就是自动出院 自动出院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病人 有很多病人呢 这个生病 住院以后呢 可能会由于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 比如家庭的经济负担过重 或者说呢 家人觉得这个疾病呢 治疗 治愈的是无望的 那么他就放弃了这种治疗 但是从医院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病人都能够接受治疗 接受治疗 控制病情 这中间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医院里面呢 就要求 这个病人如果是自行要求出院 虽然病情不允许 但是他自己呢 坚决要求出院的 我们是要求病人在这个病例上面呢 要签署呢 签字 就说明情况以后呢 离开医院 离开医院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转院 这个病人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一个医院 科室里面的住院 可能有一周两周以后 病情没有见好转 或者说呢 继续恶化 或者说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 不能够治疗他的这个疾病 他可能就会要呢 进一步呢 到其他的医院呢 去 这个求治 那么像这种病人呢 在病人转院之前 那我们就要做很多工作 那把他的材料 帮助病人呢 进行复印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在病人离开医院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给他安排 急救车 转运的这样一些工具 帮助他呢 能到呢 下一个医院去顺利的接受治疗 那甚至呢 有的病人 我们还需要呢 科室派出医务人员 跟同他随行 到下一个接受治疗的医院里面 把这个病人呢 交给下一个医院 和科室以后 才能够离开 才能够离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出院护理的具体内容 出院护理的具体内容呢 我们分为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出院前的护理 一个是出院当天的护理 一个是出院以后的护理 就是出院不是说 病人离开医院的那一下 才进行的 它其实呢 也是呢 一个完整的过程 首先在出院前 病人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病情平稳 医生呢 就会给病人呢 这个建议 你的病情现在比较平稳了 按照这个治疗方案呢 可以让你的这个病情 相对稳定 你可以呢 在家里面呢 继续地接受药物治疗 就可以了 那么预计明天 或者说预计呢 下个星期一 你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前 告诉这种病人呢 那么就是让病人 还有他的家属呢 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做一个充分的准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进行健康教育 我们看到在入院的时候 强调健康教育 那么住院期间 肯定是持续有 是吧 那么到了出院前 健康教育呢 仍然呢 是非常重要的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教育的内容 包括很多 第一个呢 就是休息 休息 因为呢 有很多疾病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那么还有高血压 糖尿病 那么像这些疾病呢 如果说病人的休息不好 都会影响 都会造成他疾病 病情的一个波动 那么一定要主靠他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饮食 饮食 比如说糖尿病病人呢 他的饮食呢 有几大原则 比如说他的总热量 应该是怎么样控制的 那么总热量计算了以后 他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还有脂肪 三大营养素的 分配是怎么样的 然后分配到一日三餐 应该怎么样 来进行合理分配 比如说 有的人说糖尿病 得糖尿病以后呢 就完全不能吃甜食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那我们就要告诉病人 不是绝对不能吃 因为有的病人 如果你告诉他 绝对不能吃甜食 他反而呢 对这个甜食的渴望呢 就会 就会呢 异常的强 他可能会 因为我们在临床 也见到这样的病人 就是说 自己偷偷地在被子里面吃糖 偷偷地在被子里面吃巧克力 因为呢 你不让他吃的时候 他的这种渴望 这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那我们就要告诉他 其实是可以吃甜食的 但是呢 尽量不吃 为什么呢 一般甜食的这个热量呢 含量都非常高 比如说你要吃一小块巧克力 他的热量呢 就相当于一碗米饭 好 那么这个病人 他本身得了糖尿病以后 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热量呢 那么对他来说呢 就是一个呢 基本能满足他需求的 这样一个热量 如果说你吃了一块巧克力 那么你的这个主食的 相应的热量就要扣下来 好 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饿 是不是啊 很饿以后呢 你就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加餐 加餐呢 就会导致你总热量增高 对你的疾病是不利的 那所以说呢 有的东西你直接告诉他 什么什么是禁止的 什么什么是不能做的 还不如呢 你去给他讲道理 病人的接受性呢 要更好一些 接受性更好一些 所以呢 这是健康教育对饮食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痛风的病人 一些的高瓢瓴的食物 他不能够摄入 对不对 这个关心病的病人 含脂肪高的这些食物 也不能摄入 那一定的要告诉他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临床 进行健康教育的时候 经常告诉病人说 你是心脏病的病人 要吃低盐低脂清淡的食物 高纤维素的食物 那我们就这样说完了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因为教科书上都是这样写的 是不是啊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忘了 我们在学内科护理学 和外科护理学 这些临床课程之前 我们是学了很多的 医学基础课程 比如说营养学 是不是啊 因为在营养学当中呢 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 什么叫高脂 什么叫低脂 什么叫少盐 什么叫清淡 什么叫高纤维素 那我们到内科的时候 就不用再告诉你说 高脂的食物是哪些 低脂的食物是哪些 对不对 但是病人有没有学过 这些基础的课程呢 没有学过 所以呢 如果你只抛给他一句话 一个概念 一个原则 他有没有办法实施 没有 清淡少油 我曾经遇到这样的病人 我们说你是心脏病的 你不能多吃肥肉 他说 我不吃肥肉 不过呢 我爱吃回锅肉 他说回锅肉 经过那样加工以后 他含的油脂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病人认识的误区 是吧 通过交谈 你就要告诉他 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样 理解的 所以大家在做健康教育的时候 一定认识到 我们做事情 不是很简单 一句话就能完成的 你可能要说的 要仔细一些 那你说的越仔细 你对这个病人的 帮助就会越大 帮助就会越大 那么其次呢 就是关于用药 很多病人在出院以后 要长期服用药物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 进行健康教育当中的 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 那么他服用的药物呢 会有很多种 然后每一种呢 他有一定的 这个服用方法 而且每一种药物 他服用的这个疗程 是不一样的 有的呢 是把医生给他开的 这一小瓶吃完 就可以停止了 有的呢 是这种药物 吃完以后 还会继续服用 长期服用 那我们一定呢 要给病人说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要强调 最好呢 是能有一些 书面的说明 最好有一些 书面的说明 因为病人在 临出院 带药的时候 可能会有几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八种 那我们护理员员 就会告诉他说 这个一天三次 一天三片 这个一天两次 一次两片 这个一天三次 一次两片 这个一天两次 一次三片 记下了没有 病人会 会点头 病人当时 肯定会点头 但是实际上 他根本就没有 记下 所以呢 我们要求 所有健康教育的 知识 包括饮食的 包括运动的 包括药物的 最好是有什么呢 书面的一些指导 因为本来有一些 病人 他是属于老年人 他的记忆力就 比较差 是吧 还有一些人 他是属于呢 这个文化水平 比较低的 那他说了以后 他可能不是 很好理解的 那一定告诉他 这个药名是什么 他的作用是什么 服法是什么 服用 时间应该有多长 就所以说 护理工作呢 说简单也简单 我们只要把 要做的事情 上级领导 对我们进行评价的 这些关键点做好 也可以 是不是啊 但是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根据病人的需求 能够满足他的这些 细微的 一般人容易忽略的 这种要求 但往往是这些事情呢 对病人而言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啊 如果说我把这个药物的 服用方法记错了 可能会给病人带来的 很严重的这种影响 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功能锻炼 有一些病人呢 他在出院以后 这个功能锻炼 康复呢 是需要持续进行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 是脑出血后遗症的病人 他可能会有一侧肢体的 功能的一些障碍 那我们要告诉病人 你应该怎么样 进行持续的锻炼 因为呢 持续的功能锻炼呢 才能够帮助他恢复功能 提高他的生存质量 提高他的生存质量 还有病期复查 有一些这个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高血压 医生呢 在住院 在病人住院期间 给他调整一个治疗方案以后呢 他的病情呢 就会比较稳定 但是呢 这个病人如果出去以后 遇到一些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遇到创伤的情况 遇到了感染 感冒的这种情况 他的病情呢 会有波动 按照以前的方案服药呢 不能够很好地控制 他的血压 或者是血糖的时候 他就需要呢 又来再次的就医 或者说有的疾病呢 经过一段时间 需要的定期复查 看一下他并发症 有没有发生 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 都是要要求病人呢 要能够定期复诊 因为有的病人 也存在这样的一些误区 觉得我没有明显的不适 就说明我不需要看医生 那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对不对 因为很多这个病变的早期 病人是没有很明确的 主观的感受的 那么包括这些 都是我们健康教育的 所要涉及的内容 大家就发现 其实这些内容是很多的 是不是啊 是很多的 那我们就要一项一项的 都给病人说清楚 才能让他们很好的 在出院以后 还能够自我护理 这个呢 是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 出院前我们要做的 那么除了呢 健康教育以外呢 就是要注意患者的情绪变化 情绪变化 刚才呢 我们给大家提到了一些 有的这个老年人 在出院前呢 他不是像其他人一样 很开心 一般呢 我们说 恭喜你可以出院了 是吧 但是有的人 你就觉得他忧心忡忡 那我们这时候呢 就要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的人他可能会说 我回家以后 就只有一个人 没有办法来照顾我 没有人呢 来照顾我 那有的人呢 他就会担心 他就会担心 我的这个病情出去以后 会不会越来越加重啊 我都还没有好 医生就让我出院了呀 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 针对他不同的情况 我们要给他呢 进行指导 如果他是担心 回去发病以后呢 没有人呢 其实呢 能够送他住医院 那我们就告诉他 怎么样鉴别 怎么样鉴别 哪一些症状 就可以呢 立即呢 来求助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呢 哪一些症状 我们是可以预防的 那这个呢 是某一个症状的先兆 好 那如果有的人呢 他误认为 医生赶我出医院 我还没有好 那我就告诉他 这个病情稳定了 就可以回家 继续进行治疗 只要你按照我们的 治疗方案 这个治疗方案 持续进行 不会出现问题的 什么时候 你是需要来复诊 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呢 是要打消他的 这种顾虑 因为我们知道 父性的情绪 本身会怎么样呢 会导致他疾病的 一个波动 或者是加重 是不是啊 就是要注意患者的 情绪变化 解除他的心理的问题 这个是出院前 我们要做的三件事情 那么 除了这三件事情以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要征求患者的意见 病人在住院期间 那么可能呢 会对我们的工作质量呢 会有一些评价 这个时候 在病人临出院之前 我们来收集信息 这个时候收集的信息 应该说是最真实的 是不是啊 最真实的 这个病人呢 对我们 医护工作者的 这种工作态度啊 工作的情况 是怎么样评价的 这个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 进一步的改善 今后的工作 好 那来看一下 到了出院当天 到了出院当天呢 首先就是执行出院的 医嘱 那么医生呢 会开具呢 一系列的医嘱 我们需要呢 进行处理 那么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呢 就是停止呢 一切医嘱 停止一切医嘱 那大家看到呢 这个护士手里面呢 拿了三个病例夹 拿了三个病例夹 这个病例夹呢 不是我们通常呢 放置病人病例的病例夹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它放的是 我们再给每一个病人 进行治疗的时候 的一些单子 比如说这上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本子呢 就是口服本 口服本里面呢 每一个病人都有一页 就是每个病人呢 每天服用的口服药 是什么 都在这个本子上面 我们在发口服药 查对口服药的时候 都是根据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本呢 是这个注射本 或者是静脉输液本 每个病人呢 常规的每天都需要 输什么样的液体 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都是写在这个本子上的 我们进行查对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本子 进行治疗的时候 也是这样 好 那么如果这个病人 一旦出院 他相应的治疗本里面 属于他的内衣 都必须要怎么样呢 要抽出来 是不是啊 停止一切医嘱 然后呢 把这些执行单 执行单里的表格呢 都抽出来 然后呢 写上出院 出院 然后签上的名字 写上时间 这个呢 是停止一切医嘱 好 那么还有呢 这个病人出院了 那我们就需要呢 把患者诊断 这个一栏表当中的 他的这个卡片 还有呢 病床 床头或者床尾的卡片呢 撤销 因为这个病人呢 出院以后 很快呢 会有新病人呢 住进来 如果我们没有 及时的做这些工作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是不是啊 怎么有两个 三床的病人呢 或者说 即将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 还有呢 就是填写 出院患者登记本 在每个科室 都有一个入院病人登记本 还有一个出院 病人登记本 那么这个病人 在我们医院 住院 是以什么样的 诊断 住院的 住了多长时间 那么他出院的时候 是好转出院 还是治愈出院 还是转院 还是死亡 那么都做一个记录 都要做一个记录 那么还有呢 患者出院以后呢 需要呢 继续服药的时候呢 按医嘱的处方 到药房呢 领取呢 这个药物 交给患者的家属 或者是病人呢 带回 并且呢 给予一些用药的指导 就出院这一天 医嘱呢 会要写这个病人的 带什么药 我们把它领回来 交给病人和家属 好 那么在病例 在病例的这个体温单上面呢 我们要写出院的字样 并且呢 写明了 他的出院的时间 那么以上的几点 以上的几点呢 就是我们在出院的 当天要执行出院医嘱的 这样一些流程 这样一些流程 那我们在后面讲到 护理文件书写的时候 还会呢 详细的继续给大家讲 应该具体是怎么样做的 怎么样做的 以上呢 就是 出院当天 先要做的第一个 执行的出院医嘱的内容 好 那么除了执行出院医嘱以外呢 我们还要填写一个患者出院护理记录 那么就是出院护理的一个评估单 这个出院护理的评估单 其实呢 是这个病人护理病例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啊 从入院我们就有一个入院评估 入院评估以后就得出结论 他有什么样的护理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实施 结果评价是怎么样的 然后不断的进行这个护理程序的循环 那么到了最后 那么我们还要制定一个 还要呢 进行一个出院护理的评估 那么在有的医院呢 这个出院护理的评估 不是在出院当天 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出院前 在出院前啊 我们知道这个病要出院了 我们就进行评估 评估以后呢 就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在出院前呢 就可以给他给解决 是这样子的 第三呢 就是协助患者的清理用物啊 把医院带到病房来的 所有的用物呢 全部都带回去啊 带回去啊 然后呢 护送呢 患者出院啊 一般不行的 病情较轻的病人呢 我们就在护士站 跟他道别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还有一些 比较危重的病人 那我们要联系啊 平车 单价啊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有一些更危重的 需要呢 用啊 这个抢 急救车来运送的 我们需要呢 到相关的部门 给他联系呢 急救车啊 如果是需要呢 科室的这个医生和护士 陪送的 那我们要安排人员 在路上 他可能会需要呢 继续的接受治疗啊 那我们要把这些药物呢 都给他带好啊 带好才可以 护送呢 患者出院 或者是转院 这个是出院当天 好 那么病人离开以后 我们又要做什么呢 啊 那么病人走了以后呢 他的这个床单元 可能会要迎接新病人 我们就会需要呢 对这个床单位呢 进行一个处理 啊 进行一个处理 好 床单位的进行处理呢 包括这样几个部分 那么首先就是要通风 啊 通风 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啊 撤去呢 病床上的一些 这个大单 被套啊 这些用物啊 这些用物 那么这个撤下来的啊 被套大单 那一般病人呢 我们就是送洗衣房 进行清洗消毒 但是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病人 比较特殊的病人 如果他是这种 传染病的病人 那么我们这个啊 床单被套撤下来以后呢 就要做特殊的标记 啊 他就不是清洗在消毒 他是什么呢 去了以后先消毒 然后再清洗 最后呢 再消毒一次啊 那就一定呢 要根据他的病情病种呢 啊 来进行的这个处理 那还有呢 要有一些物品呢 不方便清洗的 那我们可以呢 通过呢 曝晒 啊 现在临床上也有一些臭氧机 可以对这个床入啊 这个 年胎进行的消毒啊 进行消毒啊 好 那么对于这个床上用品呢 处理完了以后呢 就是床旁的一些 这些用品啊 一个床单位呢 有床旁桌 床尾椅 床 是吧 啊 那我们就要用 占有消毒液的这个啊 卖部呢 进行一个擦拭啊 进行一个擦拭 还有呢 他用过的一次性的脸盆啊 啊 这种变盆啊 都要进行的处理啊 进行处理 好 那么在所有的都处理完以后啊 还要对空气进行消毒 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就啊 用干净的用物呢 进行啊 一个铺床法的操作啊 铺成的备用床 准备迎接新病人啊 准备迎接新病人啊 这个是处理床单位的流程啊 大家看一下 第一张图呢 就是在撤单 是不是啊 撤单 然后第二张图片呢 还是呢 对床旁的设施 就是床头进行呢 消毒液毛巾的一个擦拭啊 擦拭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对室内的空气和床上的这些不方便移动的物品 进行一个消毒 那么在消毒的时候 大家看到窗帘呢 是紧闭的 是不是啊 啊 那么窗帘的后面是窗户 都是紧闭啊 便于呢 他这个空气消毒的效果 好 那么在空气消毒啊 以后呢 我们就是要开窗通风啊 开窗通风啊 然后呢 啊 然后呢 把这个用物带到床旁以后呢 铺备用床啊 铺备用床 准备迎接呢 下一个新病人 好 那么 呃 再来看一下呢 在病人出院以后呢 我们会对这个啊 病例呢 进行一个再次的处理 啊 每一个病人出院以后 他的这个病例 在医院里面是要保存 五到十年 啊 五到十年 好 那么这个病例保存在病院室啊 以后呢 方便病人呢 对病情的一个查阅 而且呢 如果我们医院里面 要进行一些医疗质量的评价 测定 都可以找到这个档案 啊 那么出院病例呢 他的这个 是有 他呢 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病人在住院期间 啊 病例最上面是什么呢 病例最上面翻开以后 我们能看到的是体温单 是体温单 而且这个体温单是怎么样放置的 它是倒序放置的 比如说啊 一个体温单可以记录七天的情况 这个病人已经住了三个星期 那么就有三张体温单 啊 第三张体温单是放在最上面 三二一的顺序 那就是方便我们打开病例 就能看到病人最新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啊 是这样 好 那么体温单接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病人的长期医嘱单 啊 医嘱单 那么翻到医嘱单 我们就可以看到 病人正在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治疗 啊 而且也是倒序排放的 最新的这一页是在上面 然后还有就是临时医嘱单 啊 那么在下面呢 才是病人的这样一些病情的记录 好 那么到了出院的时候呢 啊 专门的有一页叫做出院病人记录单 啊 它是什么样的病情 采取了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出院啊 住了多长时间 出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就把这一页呢 放在最上面 然后呢 是病人的病情的记录 啊 那么这些体温单啊 医嘱单啊 就按照顺序排好 放在的后面的位置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也是在后面啊 护理文件书写的章节呢 专门给大家讲述 在这个地方大家了解一下啊 那它是要有这样一个规定啊 是有这样一个规定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啊 出两个思考题啊 大家考虑一下啊 那么第一个呢啊 有一个患者 男26岁啊 门诊呢 是以大业性肺炎收住入院啊 病学护士呢 应该做好哪些 护理的工作 大家应该能够想到我们前面的 是不是啊 啊 他出于住院前的 办理手续 然后呢 卫生处置 啊 然后呢 由啊 工作人员护送到病区 到病区以后呢 病区的护士呢 要做的工作 大概我们是总结了八点 是不是啊 好 那如果这个题目换一下啊 如果是一个啊 多处受伤 严重创伤的病人 急诊入院 急诊入院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那可能就是 马上准备床单元 安置病人 是吧 通知医生 准备呢 抢救物资 配合抢救啊 并且呢 相关的随心人员 我们要询问的 病史啊 就是这样子 那么如何进行分级护理 啊 分级护理 我们一共分了四个层次 特级护理 一级护理 二级护理 三级护理 每一个护理级别 它的护理的对象 是不一样的 啊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要求掌握的是 它的适用的范围 和具体的护理的方法 啊 那么出院的护理呢 主要呢 是包括了三大块的内容 出院前 出院当天 还有呢 啊 出院以后 我们要做的 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内容 好 今天就算到这儿